大家好 又回到星期三晚的沈大師講投資 過去一個星期市場比較悶 曾經在假期前一天單日升了600點 恆指又夾上30,800 如果在上星期期結算兩天來計算 落到29,800多的位置 又抽上來 又是一千點的幅度 但是來來去去也是一千點的幅度 市況稍後跟大家詳細解釋 一開始就先買賣告白 大家在YouTube可以聽到我們每星期節目的前部分 上半部也有很多網友支持了我們 這一季的節目可以有第二部分 以及大師投資教室那方面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想支持我們 可以上D100.net 在網上申請 另外也可以親自到上環MTR 即是地鐵E2出口 在我們的專門店給錢 這樣就可以了 雖然這一季 第十一季 已經做了三分二 但是如果想重溫之前我們 在大師投資教室和一些數據分析那方面的資料 你也可以給錢買回來 也可以重溫之前的節目 希望整個節目可以達到我的目的 沈大師說投資 是要教大家投資 就不是投機 投機我都會給大家一點點的 但是這個不是主力 最重要的就是讓大家學會了什麼叫做投資 以及投資的分析 不是每次升完就說升 跌完又說跌 接著就砌一些理由做事後解釋 這件事是幫大家做不到的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經常都強調 很多時候市場是會錯誤演繹一些訊息 或者一些消息 因為只要大戶在那段時間 運用它的資金推動力 去將市場推到一邊 那壞消息出現的時間 本來是大空的消息 它可以在那兩天 消息出了那兩天 夾高 跟著告訴你這個是利好 跟著你就上去追上車就中伏了 過了這一陣上去 你們上了車 那可能幾天後 可能一兩個星期後 才走一些壞的因素出來 才走到應該走的方向出來 所以我經常都很強調 如果你是投票派 你經常覺得市場就會代表一切是對的 其實在我們基本分析的角度裡面 市場70%至80%的時間都是錯的 是錯誤的演繹 如果你根據行為金融學那方面的學說 短線的升跌 市場的升跌 其實是靠不理性的行為去推動 市場不理性的情緒 很多時候都跟基本因素背驰是錯的 問題是錯了之後 他過了一段時間才收定 你就不知道是錯的 正如好像2015年那一刻大跌 很多人覺得中國要爆布 所以人民幣要大跌 股市要不停跌 其實不是 那時候只不過是 股市是正常的四浪調整 準備行五浪上去行牛市三期 而那時候人民幣的跌 只是因為美金升 因為美國開始要縮表退市 要加息 所以是美元升 人民幣跌 並不是中國有問題 而人民幣跌 事後反映出來了 為什麼我拉了這個註腳 待會我們分析到人民幣 美金的時間 我就可以告訴你 進一步體現到我一路預期的事情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節目的 就抄下報名方法 現在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這一季 你可以重溫我們頭兩個月的節目 另外就說 應該差不多 這兩個星期開始 就會到下一季的節目的申請 大家也可以安排去做申請 繼續支持我們沈大師說投資 大家知道 投資是長線一點的 不是跟你天天炒出炒入 所以你要跟著我們的分析 這兩季 其實大市輪廓 多或少你可以摸索出來 有時市升與跌 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知道是什麼原因 什麼部署 以及預先知道前面 究竟是會有山崖還是暢通無阻的道路 這是需要分析的 我最近經常打一個比喻就是 股市就看升看跌 很多時候你以為我猜它真的升了就是對 我們在考數學史的時間 我們讀書的時間 如果老師出一條數學題 你撞那麼幸運撞中了答案 但是你中間的算式完全錯了 你以為老師會不會給你分析 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追求的是中間的分析 那個因果關係 我們要知道的東西是能分析出來的 不是為了撞中答案 尤其是股市 你撞升撞跌很容易的 是不是 我也不相信有人說可以做到100% 一定不會錯 但是問題是你最少知道是錯了什麼 好了 我們接下來的市 其實在這兩個星期 美股、港股都做反彈 跌完下去又反彈 我昨天post了一篇文 應該是今天 應該是上個星期還是什麼 我有一篇文章寫了 題目叫做 《來回地獄又接返人間》 其實正正代表了這兩三個月的市 這兩三個月的市基本上是上上落落 維持著一個大型的上落市的格局 當中有時候下面破位 圖表一見破位追 你又被人劇 原因很簡單 一定要在閒大單邊之前 把所有人都撞走 無論你有口友都撞走 另外就是引人做錯邊 但是這些演慢法 只是表面影響到短線我的走勢 但是如果你背後 你有一個大的理念 你看到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的時間 你就不會有這個錯 中間的起起跌跌就調節一下自己的倉位 不一定是錯的 譬如我們之前沽的 主力是先沽了騰訊 然後上個星期才沽了 平保和港交所 一路一陣陣追落後 當然今天來算 港交所都彈 騰訊都彈 但是平保真的沒有力 我們看看環球市場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看看會市的圖 我想年頭到現在 去年年尾12月到現在5月 這四五個月裡面 外面市場你怎麼聽 他們預期美金是怎樣 全世界都說美金升 唯獨我一直堅持著告訴你 今年美金要升 還要破位出現一個急升 你看看 2、3、4月都是在做 有幾次給了假的希望 這些又是來回地獄切反人間 好事多磨多波折 衝到上90樓上 在2月尾3月那一陣 以為走了 誰知道他摸一摸又撒多一陣 但是在圖表的分析裡面 起碼給我一個堅持的訓練 第一 88到91這個Wing處 沒有穿過 上下都沒有穿過 你一天不穿88 我都不會投降認輸的 因為我覺得基本因素 是支持我繼續看好美金 好了 還有 三次做88邊的底 一次比一次高 你看看那條黑色線 下面那條 好像差不多 但是其實 第一次是88.3 第二次都是那些位附近 第三次已經是88.6 是下不了88.3 好了 結果就是一個半星期前 開始出現突破 站穩在90.8樓上 然後停一停 破91 再增加一陣 停一停 再在昨天破92 那已經確定了 上網94 這個是用經濟學的分析 用環球金融市場的分析 你是絕對找到的理由 第一 因為美國的經濟相比歐洲其他國家 是好 這個是匯價升的其中一個因素 第二 第二 貨幣政策裡面 歐洲、日本想收水 但是又怕癢怕痛 收不收 進退失據 但是美國 很明顯 今年已經進行縮表 雖然每個月減的債 縮表的規模是小 還未算很大 但是這個已經是趨勢 第三 通脹未來 美國加息的部分越來越快 稅改 環球資金會蓋回頭 昨晚蘋果公務業績 已經說1000億美元回購回蘋果股份 這個也告訴你 就是 美元萬劍歸中 所有全球的美國資金 將會很大量的大舉回美國 當然 他們各有目的 但是起碼是因為稅改的有利因素而帶動 這件事一定會影響到環球股市 直接影響的就是亞洲區內股市 其實港元這個約不算太過份 因為我們有聯繫匯率 馬來西亞貨幣不算太大波動 因為它有外匯管制 但是你看看印尼、印度 如果你有空上網看看他們的匯價 跌的幅度是不少的 已經散了下來 讓歐洲貨幣早散了 當然這兩天美匯上82 歐元就散了 1.2樓下 英鎊下1.36的位置 其實現在才是起步 主賽也未出 好了 美匯強 還有帶來另一個因素 就是一些carry trade的拆倉 加上令到美股會有壓力 所以現在就算美股反彈幾天 甚至就算港股這幾天又是反彈 我也不會覺得港股上能力去哪裡 極其量現在走上落市 讓你再抽一下 再做幾下的上落 你看看美匯 由年頭到現在 到現在4月5月才真的突破 中間的過程力盡了三四個月的時間 港股來到這些位置 反覆多三幾天 一個星期 我想都不是過份 始終要來的就是一定來 全球是要緊縮貨幣 美國已經是緊縮貨幣 萬劍歸宗 所有錢回到美金 所以接下來美國在貨幣戰中 他會盡量再收多些美金回頭 使得市場對美金的需求大於供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匯還會再上多一陣 好了 與此同時 美金就上 之前炒到熱烘烘的長債知識率 經過一輪回調之後 十年債息又上升了 我們看看債息的圖 大家有一個比較 因為如果這樣說 你不感受到變化 這個是長債知識率 在向下的斜線上 第一次突破那一陣 現在是近期突破 對上一次 只近三厘應該是上個月的事 那時候令到美股都出現急跌 導致下到兩萬三千多 那時候第一次到 碰一碰 回頭 製造過危機暫時沒有問題的環境 然後不覺不覺 兩三個星期前上一陣 再最近又上一陣 現在你會看到 那個十年債息 這個就是月線圖 第一次上來 兩三個星期前上個月 曾經到達到三個位 接著下一陣 再上 現在突破了三 繼續在陪回 在上下上下 跌完又上回2.97 尾債息始終要上 因為我們看過去十年圖 你會看到上面畫的水平線 那條黑色線 就是大約四厘的位置 三厘六到四厘 始終去到那些位置才合理 那時候應該是金融海嘯後 開始做QE的年代 所以我想你預計債息會繼續上 對股市也構成壓力 美金升 債息上 都是對股市有壓力的 而這兩個趨勢 就在之前 在低位回吐的時間 令到美股 就有得吐氣 做回反彈 好了 在反彈的過程裡面 美金就靜趙趙破位 十年債息就慢慢迫上去 2.97 接近3 那兩樣東西都可以足以 進一步 如果攀升 譬如說 十年債息上到3離2 3離3 美匯指數進一步強 這兩樣東西都會令美股有壓力 我們看看美股的幅圖 杜瓊斯指數 去過下降三角形 我畫了兩條下降位的線 一條是黑色的 一條是綠色的 綠色就是我們之前 未曾向上破位 就是在4月頭之前 我們畫了那條線 曾經在4月頭4月中 第2個星期左右 就向上突破過 不過都很急地拆下來 接著反彈拆下來 你會看到 下降吹向線 我就退高了 用回4月頭的高位 來做一個成千 你會看到 都還是壓住了 在一個下降趨勢裡面 而原先那條綠色的斜線 在這裏介乎上面下面之間拉腳 你會看到 反彈的力度仍然都不是很強 美股雖然暫時守著2萬4 但彈的力量也弱 美股很簡單 今晚就以色有結果 看看是放鷹還是放鷹 明天就美國的貿易代表團去中國 大家談貿易戰那裏 很簡單 大家因為有期望 所以才令到股市有反彈 如果談不妥 沒有進展 市場又要下降 因為一切照舊 關稅照收 大家照摩擦 好了 現在你看好 只是你賭錢 他們談得到 談不談得到 大家不知道 不過基金就不賭了 先減榜 所以你見市場壓下來 都是彈不起 他不會跟你現在買上去 如果你之前減榜 現在買上去 拉雲就讓你偷到幾個% 但問題是如果真的出市的話 那就大件事 如果這麼快買回來 之前減榜做什麼 所以無論如何 市場都要壓下去 這就是美股的走勢 如果我們看回港股的大趨勢 其實跟美股都一樣 港股仍然繼續是一個上落市 我們看看恆子的幅圖 仍然都是很漂亮的下降三角形 那就繼續反覆覆覆覆 所以你說 星期一升六八點是不是很厲害 你看回圖你就知道 其實是軌跡裡面運行 我不覺得特別厲害 但是好友就會覺得很厲害 覺得所有事情沒問題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問題 當你覺得所有事情沒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大問題 問題B就是 將危機調以輕心 在你身邊隨時爆煲的炸彈 你當作沒事 這樣的時間一爆起來 你就跑不掉了 所以近期我都是傾向於 無論好友淡友都好 我都跟他說 一是你減倉 一是你重倉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會到相反方向的對沖 你做淡倉的話 你就會找一些衍生工具 對沖 買一些好倉來抖著 這不是穩困的 為什麼呢 對沖工具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出的本是少 但是你對沖的銀碼很大 這個以小博大 萬一錯了 你其他的貨賺多了 但是你對沖的貨賺多了 也無所謂 其實做得對沖 對沖的部分就是希望他輸 預了你輸 贏的反而不幸運 輸就真是幸運 因為你大倉是中的 這就是環球現在的局勢 短期影響大市有些因素 我們列出了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逐樣高呼一下 今晚的意識結果 你們要考慮要看的 今晚正好有歐聯看 是不是 半夜開波 也看了意識聲明 2點半 2點3到出結果 2點半出到聲明 看看鮑威爾這次又說什麼 對上次加息之後 今次說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不如是 就是看看他對於未來經濟的看法 對於未來息口的看法 加息的部分會不會快 通常我不會就這樣看報紙報道 第二天 我會在那晚看完之後 就將他今次那篇會後聲明 和上次那篇 大家拼在一起看看 在字眼上有沒有刪減 語氣上或者用詞上 會不會有一個程度上的改變 暗示裡面暗示的東西 會不會是保持這個方向 這樣就可以了 你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你往後就看那樣東西 正如現在這樣說 其實星期五晚出的浪販 星期五出的浪販都是一個因素 基本上影響不大了 現在主要就是看通脹 加息與否 快與慢 多與少 全部看通脹 所以你想想一下 油價和鋁價上個月升得這麼厲害 那你猜通脹來不來 必定來 所以留意著 接下來公佈的 在下個星期公佈的PPI 生產物價指數的情況 應該是PPI先走的 然後最後才是CPI 第一點和第三點 就業數據 通脹 以息 這裏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你如果以息的步伐加快 或者今晚放些言論較英 美金飆升得更厲害 到時候外幣就會跌得急 美股也一定會受影響 另外這個週末 即是星期四、五 中美貿易談判 看看這裏的結果是如何 我之前分析過很多次 割取所需 大家都有目的和有掣肘 即是說 你美國來到一定是要中國跪低 如果中國跪低 顏面何全 習近平一定不會 有限度地有辦法談的 可以談的態度 但是以特朗普的姿態 我不覺得他會在這裏放手 他做得這麼盡 在中興通訊和華為兩方面 一定不可以現在收兵 就算真的談得好 都起碼兩、三個禮拜後的事 所以這次中美談判 我覺得用來做一個震盪 殺下去 就算是當不擴大 都趁機殺下去 做一個短期底 才有機會回頭 而悲觀一點的就是 可能就是這次先做一下反台 大家又承受一下市場震盪 才再來想 陰謀論說的很簡單 上面全部退貨 然後殺下來 殺到半斤 你不殺盡他就點下面買一些倉 買一些貨 做個反彈 所以不要記意太大的厚望 我自己看就不太樂觀 另外 美金升 新鎮市場走資 剛才說過美金的情況 你不要小看 2013年那時候 剛剛耶龍出來說一說 應該是 白藍克說一說 說將會要加息 將會要停買債 那時候 新鎮市場都下跌得很快 港股也好 亞洲區和匯市 都下跌得比較急 現在實際上效果慢慢滲出來 很多人說 之前決定的時候都沒有下跌 怎麼會下跌呢 其實不是 決定的時候是還沒做的 現在一直在做 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不要輕視這股美金的升 你想想 這股美金每個人都不覺得它會升 我也覺得它會升 下一步 這股美金會升的結果 是會慢慢逐步滲出來的 不是野小 所以為什麼記不記得 早兩集我曾經說過 無論如何都好 應該是在第二節 人民幣一定不可以在這些位置買 走得到的就走 一定有位置給你賣 我不知道人民幣最終的底是怎樣 究竟對港幣是九算還是一算 不過總之 現在走人民幣一定是沒有時底 曾經試過 前幾個星期前 有人說過 一個多月前 那時候我已經叫大家不買人民幣 其實我叫大家不要買人民幣 是去年年尾12月已經開始 一定不是最高位的 人民幣那一刻 是升多一點 曾經一個月前 人民幣創多一點新高 打手已經鬼殺地吵 說又錯了 其實如果你看大浪 怎麼會介意創一創新高 那個短線的幅度 第二天就回頭 我現在是說要倒10-20%的大浪 這下人民幣我估計起碼跌15% 才是有得停的 所以你想想想 2015年811匯改前 全世界仍然在推銷人民幣產品 那時候是全市場只有我一個 告訴你 不能買人民幣的 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認屎認屁說 都是不能買的 然後跌了 沒有的 你想想2016年初誰叫你 走不掉就不要走 人民幣會上高位 有誰跟你說 就是我 所以人民幣這下 不要調節輕心 你又要計算 如果人民幣貶值要跌 內需股又如何 一些人民幣升值受惠的股份會如何 各位炒什麼 我們回到市場說 人民幣升值內房好 人民幣升值 韓國股好 那你就看看 接下來這陣人民幣跌的時間 人們怎麼說這些板塊 人民幣升值內需好 不過人民幣貶值都是內需好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有些股份 說它跟人民幣有密切關係 但是人民幣升它又升 人民幣跌它又升 人民幣升它又好 人民幣跌它又好 我也不明白 也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說得出來 真的有人這樣說 結果我問一問那個人 他就不懂得回答 是不是 真的有時候不能說就說 另外 金管局入市干預了港幣 抽走銀行結束500多元 然後港幣強了一層 很多人就說沒有事 現在港幣又再不覺不覺又弱了 有人就說沒有事 因為應購新股 平安好醫生 沒有事沒有事 然後又出事 港幣又弱了 由7.84 8幾 逼到7.85的位置 好像做過下 這就是第二波 我記得上次跟你說 金管局折港幣會一次比一次快 一次比一次多 30億 60億 90億 100多億 200億 OK 接著去到那些位置 停一停 假裝沒事 港幣會強一點 接著又再來 你想想 印度的匯率匯價 印尼的匯價 亞洲區的匯價 沒有外匯管制那些 全部跌到一跌一跌 港幣的套息一定會繼續 這個因素已經短暫令香港銀行 資金成本上漲 所以來說 絕對是不利的因素 下一次第二波 這次真真正正的 資金大舉抽走 我見一直在Facebook 有很多人問 或者提出一些意見 或者一些說法 或者外面人的說法 就是說 現在銀行結束是 一千多億 但是貨幣基礎 還有一萬多英 一段時間都不會走得太多 你想想 如果接下來 每天200億 300億 400億 幾何級數上的走錢 你會怎樣 問一下 你回去查一下以往的紀錄 這一萬多億是怎樣來 在多久之內來 我可以告訴你 2008年金融海嘯前 香港的貨幣基礎 是三千多億 一下去到一萬多億 是說一兩個月內的事 這些錢 當日進來是有因素 現在要走 並不是追擊聯繫匯率 也是有它的因素 所以 你現在 看著 你不要到那時候 真的 一下子抽了幾千億 走之後 即是貨幣基礎抽走了 你才醒覺 到那時候醒覺 這個市場已經跌了一萬點下去了 所以你要知道 我在說什麼給你聽 你自己要看什麼的數字 留意趨勢 自己調教自己市場上的節奏 尤其是有信奧出的時間 你可以順勢踩多一腳 所以 港匯疲弱這個因素 第二波來著 好了 內地資管新規 這個 就 無端端 禮拜一用來夾高了內銀股 市場炒錯了 大行指鹿為馬 告訴你 這個因素是值得升 你看看 今天已經上不了了 究竟是怎樣 我們第二節回來再講 我們現在聽首歌 黎明不要來 我想股市暗暗仍然繼續 黎明不要來